今天我们要在这块大屏幕上同时看四个画面 这是茂密的林木 这是饱满的骨碎 这是衣服的接缝 这是在竹片上用刀子刻画的记号 还记得这个字吗 记得这个字念疯 对 疯字的笔画虽然简单 内涵却十分的丰富 它不仅表示丰收丰满 还表示画面上的各种景象 你们念 疯 丰富的疯 用疯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大多读疯 或与其古音相近 有的则与其原本的含义相关 你们看 这是一只合棒 合棒是生活在淡水里的一种软体动物 两片贝壳紧紧地合在一起 只有用刀才能撬开缝隙 古人认为合棒是虫类 所以用虫字做旁表意 又因磅风谷运相近 所以用风表示读音 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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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和磅的磅 磅 和磅的磅 磅字还有一个读音 读符 安徽省有一个城市叫做符部 就是这个符 符 符部的符 符 符部的符 除此之外还要读棒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字 这是什么符号 这是东字头 也叫折纹 是腿脚的形象 对 上面用它来表示腿脚 下面用风字表示林木的边缘 合在一起的意思是人走到了边界 不过这个字不单独使用 只是用来阻字表示读音的 那它的读音是什么 读音是缝 造字符号缝 缝 造字符号缝 用缝字做声音符号再造的字 大多读缝或与缝的读音相近 均有边沿 尽头或尖端的含义 老爷爷 刚才那个人到树林边干什么去了呀 哦 你看 小吴 看见了 小花 来了 原来是他与朋友约好 要在这里见面 两个人都要走路而来 直到见到对方为止 彼此好像要走到路的尽头才能相遇 也叫相逢 因为要相逢必须走动 所以用走支坐旁表意 再用缝字表示读音 就是相逢的缝 还有重逢 逢年过节 逢凶化吉等等 也是这个缝 也是这个缝 缝 缝 缝缝 相逢的缝 缝 缝 古代作战用的兵器中 有很多带刀刃的器械 比如 宝剑 它的两侧边缘和尖端 都是锐利的剑刃 叫做剑锋 因为是金属 所以用金字旁表意 诱音剑锋是在宝剑的边缘 所以用缝表示读音 不过要读一声 缝 还有刀锋 锋利 锋芒 焦锋等等 另外在前面带头的人 被称作前缝 先缝 也是这个缝 缝 缝 一声缝 剑锋 锋芒 前缝的缝 缝 缝 山缝的缝 也是这个缝吧 嘿 我们先来看一下山缝的形状 又高又尖的山头 略像剑锋 因而叫做山缝 因为是山 自然要用山字做旁表意 再用缝字表示读音 就是山缝的缝 同样要读一声 封 还有顶封 主封 封鸾 等等 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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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